今天最后这个主题其实还蛮简单的 如果我们不想看证明的话很快就讲完了 基本上就是讲说的可为分的话 还蛮有趣的可为分的函数就它的不定积分会存在 可为分就可积分了 可为分就可积分 这个是负变函数里面的微积分定理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怎么讲 后面会带一个证明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负数微积分基本定理 负数微积分基本定理它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是说呢 if fz 我们首先来看看它的出发是在微分 就知道我们在讲负变的时候还蛮开始定义完一些各种的函数以后 就是exponential,log,sin,cos,几次方这些基本函数以后呢 我们就很快就进入到去研究微分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呢 微分是一切的几次负变函数里面最最最最基础的概念 那可微分这件事情它会有非常多的implication 其中之一呢 我们就看到说呢 如果是analytic,in a simply,again,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这如左边这个图所示的话 则我们就说可以去定义f之积分了 结果会是一个函数 这就是所谓不定积分的意思 这边看到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应该说也是定积分,我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 找到一个可以去 then it makes sense to define definef之积分等于谁 我就这样讲 it makes sense to definef之积分等于谁 f是可微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去definef的积分是谁 这样了解的意思吗?我把它写下来好了 这边是定义 in other words f的积分是谁 是另外一个函数 这边为什么说 it makes sense to define 意思就是说呢 注意到起点是z0 当然我们其实假设说 it makes sense to definez0是在d里面 z0跟z这两者都是在d里面 好吗? 所谓的it makes sense to define 直接说让我们写一个这种符号 积分z0到z f的z 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现在上标是写的是z 所以我们特别就把这个f的这个 应变数的这个variable 故意回避 用zeta 我们用zeta这个符号来代表 所以我们说 it makes sense to define 一个这会是一个函数的意思 这是一个严谨定义的函数的意思 沿下这个定义是严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告诉 去揭露说z0到底是怎么走到z 我们不需要去揭露z0这边 到底是沿着这个路径 还是这个路径 还是任何的什么路径 doesn't matter 这些路径呢 这些到底是哪一个路径 其实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n't matter the path does not matter 或者就是因为the path does not matter as a consequence 是什么consequence 还是我们刚刚的柯西定义 柯西定义说绕圈积分等于0 所以从z到z0 中间不管走哪个path 那是path independence 既然有path independence 马上一个logical consequence 所以说我们可以定义说 从某一个起点出发 到某一个中点 到起点我们把它想成z0 是一个固定的点 这边你要把z0想成是固定点 我们把它想成是固定点 把z0想成一个固定点 z当作一个是 就是一个变数z it makes sense 这是一个严谨的定义 to define 从z0到z中间f的积分 因为f的积分跟路径无关 这样大家了解吗? 这所谓说 我们可以define 定义的东西 这是一个 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函数 作为一个z的函数 是毫无问题的 所以 如果大家能够想得通这一点的话呢 接下来什么叫做 复数为积分的基础 第一个 其实这里已经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就是说 可为分才可以积分 不可为分的东西 不要跟我们讲说 积分是另外一个函数 不可以 这没有 因为那个积分 可能in general 会跟path有关 所以其实我甚至认为说0 这可以当作是0 0的这个要义 是可为分才可积分 要在一个simply committed domain里面可为分 那这个函数 才可以在同样这个simply committed domain里面去探讨 去定义出一个积分的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 因为它可以为分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它的积分是谁 这是一个也是 我觉得这本身已经很精彩 那更精彩的 反而是一个不是很意外的事情 更近来说 那么首先呢 sorry 积分以后的东西呢 第一点 有三个结论 第一点说积分以后的东西 它也是analytic indeed 它到处在d值上面也是可为分的意思 积分完毕的那个东西 积分出来的那个函数 它到处也是可以为分的 那并且第二点大家可能可以猜得到 第二点就是说 并且它的微分是谁 它的微分就是回到f 第二点就是surprisingly it's not surprising 非常的简单 不意外的 没意外 不意外 积分以后 再微分回来会得到本身 好吧 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那第三点就是一般讲说 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事实上任何一个f 如果f的微分是小f的话 那么则 我们刚刚定义出来g呢 跟这个大f呢 只差一个常数 好吧 这个就是不定积分的概念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两个函数它们的微分都等于同一个函数 在十变函数里面 那么则这两个函数就是差一个常数 在负变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有0,1,2,3,4个性质 那我认为呢 最重要是第二个性质 积分回来大家不要害怕 乱定义积分 就积分再微分变成不回到本身 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很重要 所以这个不会也二是非常重要 但我觉得更精彩的地方是在于这个0 当然我们怎么样guarantee一个函数 它it makes sense to define the integral as a function 必须要这个函数它是首先它定义在哪里 定义在那个domain 必须是simply 不能够挖洞 不能够错一个空 不能够有任何的singularity 如果在一个一整片没有动的一个domain里面呢 这个有某一个函数都是到处可微分的话 恭喜你这函数不但可微分 它暗示它也可以积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 在识变函数 绝对不会有一个countercard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性质 这个是在识变函数里面并没有的性质 所以这个很重要 稍微跟各位讲一点 待会我们会证明 待会我会来证明2这个地方 证明2这个地方 我们所定义出来这个积分以后的函数 以z0当作固定点 z当作是一个变数 这样定义出g of z 是它从f积分而来 那这个积分而来的东西 其实微分回来会得到本身 待会会给各位证明 证明完我们今天就下课 但是我想跟各位预告一下 后面还后续更有趣的 接下来两个礼拜 我们会从积分这边开始探讨说 绕回去一个函数如果可微分的话 如果在一个simply connected domain到处都analytic 它到处可微分的话 不但可以积分 而且由于这积分的关系 我们推导出一些的结论 最后有一个蛮精彩的结论说呢 可积分暗示可以一直不停微分下去 也就是说呢 if f is analytic 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f can be differentiated infinitely many times 它可以不停的微分下去 它都无穷多次 微分都还连续的 所以就这个就是非常有趣 可微分一次即可微分无穷多次 这个也是当然在我们十遍寒数年 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性质 没有这样的性质 这也就是学复辨我觉得还蛮有趣 它里面有一些我称呼为叫做玫瑰的龟 龟粒的性质 我写成玫 玫瑰 这些性质我是觉得是 还蛮龟粒的 可微分暗示可积分 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规律的证明 这证明本身还蛮单纯 还蛮单纯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样子我们定义出来的g 如果按照刚刚这样定义 就言归正传 刚刚定义这个g 那它的微分 要怎么样来证明说 微回去的东西确实也就是f 好吧 所以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证明 那证明因为我觉得我们 这学期的重点可能不是在于 请大家要练习做证明 所以我就把它整个写下来 待会就用 用 带各位勾述一次 当然这证明是来自课本 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回去看课本 好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一开始的地方 一开始我们consider 假设说这是我们的d 这就是我们这个d 然后里面有一个路径呢 它从某个z0开始 然后定义到z 或是z再加一点点delta z 我们假设现在有一个path 好吗 我们假设就从z0随便画一个path叫z 然后z跟z1来 z跟它附近的某个z1 z跟z1这两个点 假设它是非常接近 它的相差叫delta z 那画一条直线 这边假设最后这段蓝色是直线 这里还有一点小重要 所以先做个伏别 假设这个z0到z随便画一个path 我们知道说可以定义这积分 积分跟路径无关 然后z到z1呢 假设呢 跟路径无关 那z到z1这边的话 我就画一条直线 那整个我们的path这样来考虑 从现在考虑什么事情呢 考虑所以 因为要微分它 要把它做微分 微分就是会是 如果可微分的话 我们要证明说 这个刚刚圈起来 那个东西极限是存在 最后要证明 它的这个极限是存在 不存在 像delta z去近乎0的时候 它的极限存在不存在 那先不要看极限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继续往下看呢 继续往下看的话呢 当然 g分子的部分 分母造超 分子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不可以同意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分子的部分就是 等于是 从z去积分到 从z去积分到z加z z加delta z 这因为g的定义 就是f去做积分 好 所以如果这个可以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delta z 仍然去造超 造超以后呢 剩下我们要开始凑答案了 怎么凑答案呢 一开始凑的是 凑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fz 把这个地方 把fz 刻意给它 拉出来 那剩下的东西 就会是第二项 这个是剩下的东西 就在这里 fz 减掉 fz fz 因为我把fz 分出去 fz 分出来 就有个好处 你看一下 这个第一项非常简单 这个第一项呢 fz 对z 而言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常数 fz 其实是一个常数 所以一个常数 然后 这边有做一个积分 从z积分到z加delta z 所以事实上就是类似 它是 这个fz 是可以是一个常数 直接提出去到外面 提到外面的话 剩下的这个积分z 积分到z 加delta z 它是1 1去对z做积分 这个当然答案就是delta z 所以呢 这个delta z 跟这个分母的delta z 相处就消掉了 所以剩下fz 就被我们凑出来 这个是这样的关系 好吗 重点是因为fz 对z 而言的话 它是一个常数 好 那所以剩下部分 我们把它造超 剩下部分 这里是造超的 这边是造超 剩下部分 我要做一点点 不等式的处理 我要做点不等式处理 我们要希望 这个 原来等式的最左边 这边 当它的极限delta z 趋近于0的时候 会正好等于fz 言下之意 我们就希望证明说 这个绿色这一块呢 当delta z 趋近于0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0 所以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就要来考虑它的绝对值 这是一个常见的技巧 当我们要考虑一个东西 一个积分趋近于0的时候 首先先给它冠上绝对值 先给它冠上绝对值 因为绝对值如果趋近于0的话 这个积分而言 积分 就积分的角度来讲 积分它通常是一个负数 它可能有时步有虚步 但是如果它的绝对值 会趋近于0的话 它本身一定是趋近于0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同意吧 一个东西如果它的取得绝对值以后 所以这是绝对值 我们把它取得绝对值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说绝对值 那当然等于各自绝对值的相乘 所以这个就拆开来 就变成各自绝对值的相乘 它会小于等于 这个delta z我照超 delta z分之一照超 乘上把绝对值放到里面来 一定小于等于 会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减掉fz 然后bz 这个大家了解吗 这个make sense 因为负变也好 十变也好 先积分再取绝对值一定小于等于 你先里面东西取绝对值以后再积分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同意 这个就很简单 所以 如果是负变的话 应该还要再写一个绝对值 不过it doesn't really matter 还要再写一个绝对值 但是有这样的话 大家有没有知道说呢 这里面 现在我用绿色画一下 这个部分的是取得绝对值 一定很 它总是有个最大值 它有个最大值 所以这里面叫做说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用到一个性值 一个我写到后面去 稍微写到后面 这边有个性值 我先忘了把它写更仔细一点 这边这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有某一个path c 然后fz z 它有所谓的 它一定小于所谓叫做ml bound ml bound 这个跟大家提一下 m是maximum 最大值 l是什么 是length 是这条路径的总长度 c的长度 maximum absolute value of fz 所以这边的m是等于 沿着c 的max 或是当然你更严谨要说它是上线 不过没关系 反正是我就说是最大值 沿着c上面f绝对值的最大值 然后l就是c的长度 l就是c的长度 这就叫做所谓的ml bound 名字叫做ml bound 好吧 这maxloss应该要取决率值 要负数不能比大小 拜对 如果这个时候看到我把负数 放到不等式里面 请告诉我 这一定是错的 所以 就是说呢 任何一个负变函数 它沿着某一个负平面上面 某一个路径去做积分 那则这积分出来以后 再取决率值 很小于等于 自己这个函数本身 在沿着这个路径上面的最大值 绝对值的最大值 再乘以路径的总长度 因为长度是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性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长度是这样 这个只是一个曲线 曲线长度叫做l 那沿着这个曲线上面 是f多积分 f可能会有实步有虚步 但如果它的绝对值的最大值 是m的话 则这个积分的绝对值 一定是upper bounded by 函数本身绝对值的最大值 去乘以这个整条路径的长度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我就不做证明了 这根本上我们会用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ml bound 来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一个技术上的细节说 现在有没有 现在其实我直接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ml bound 所以不需要经过中间步骤 其实这东西也许可以插掉 所以我们直接还是从这里回来 这部分的积分 这部分积分是不是有没有 它是一个对zata做积分 它对zata做积分 对zata做积分 然后并且被积分的东西是这个东西 然后积分的这个路径 我刚刚特别讲说这个路径 我给它取直线 特别有讲说这个z到z z加deltaz 这个路径 我们给它取直线 所以在取直线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 运用到刚刚讲的这个ml bound 首先这个deltaz的部分 是我们就造超 这部分造超 然后呢这边就运用到ml bound 它会有个小于等于 所以这边会跑出一个 小于等于的一个upper bound 什么butter bound呢 那这个是就是刚刚m的这个部分 这就是所谓的m 那这部分呢是所谓的l l就是说这个路径的长度 这个路径好像取直线 那长度就是deltaz的一个长度 好吗 所以这边就很棒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呢 这里面我们就得到我们所要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这个deltaz跟这个可以消掉 所以剩下就是剩下这个部分 所以等号左边我们有什么呢 等号左边是 就是刚刚绿色的这部分的绝对值 这个绿色部分的绝对值 那右边呢会小于等于 在zz1这个线段上面 这个东西的最大值 但是呢 我这边有个claim 接下来这边是一个claim 待会再说明为什么 有个原因的 但是我们来宣称说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让z1趋近于z 让这个deltaz趋近于0 延下就让deltaz趋近于0的时候 z1变成一个很短很短的线段 那我们宣称说呢 则fz 在这个很短的很短的线段上面 取fz与fz的相差 相异性 它的绝对值的最大值会趋近于0 当deltaz 当这线带趋近于非常短的时候 fz跟fz的差距也会趋近于0 为什么呢 因为f is continuous 这个其实用到了analyticity 这个条件在这里用上了 好吗 因为analytic 暗示可微分 可微分的意思 可微分暗示这函数字本身要是连续的 而这是更 更扩大的一个 可微分必定是连续不见的可微分 大家回想一下 但是可微分就保证连续 这保证连续之下的话 意思说 当deltaz趋近于0的话 fz减掉fz 它也会趋近于0 连续的关系 连续关系 所以如果这个能够想得通的话 我们就一路套回去了 接下来说 我们就做一个结论 所以limit 当deltaz趋近于0 这一串东西 就会 小于等于 这个其实就等于limit 等于上面这个东西 大家有看出来吗 所以我们这个limit 这里回到哪里 这边的limit是 等于是 哪里取limit 这里取limit 就说明这里取limit 然后 就会 小于等于 这里取limit 但是这里取的这个limit 也就是 这个式子 它是趋近于0的 因为f是连续的 f在z附近是连续的 所以 就得到这个结论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 等于 这边这个0 等于这边这个0 那 但是你看 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个绝对值 这个绝对值也就是 刚刚在 刚刚在 这边出现 这个东西的绝对值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limit 也带上来 limit也带上来 到上面这边来 limit当delta z 趋近于0的时候 它就会等于 limit 当delta z 趋近于0的时候 等于在这边 那左边这个fz 是我们要的东西 右边这个东西呢 会趋近于0 因为连它的绝对值 都趋近于0 所以 取了以后 那就是 我们就得到 我们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结论 所以 limit 刚刚整个concierge 这个东西呢 g of z 加上delta z 减掉g of z 除以delta z 当delta z趋近于0的时候 它就等于fz 言下之音呢 In other words g is analytic 因为它微分极限是存在的 且 and g prime z 就是 微分 积分以后的东西再微分回来 就会回来 就回到原来这个函数 这就是所谓的 负变函数里面的微积分基本定理 好 那 有了这个讲解以后呢 我们就回来终于 来看一个应用 officially 我们回到 讲积分的时候 刚开始的起点 记得我们有讲过一个这个例子 对不对 我讲过一个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发现说呢 应用到 这个 负变微积分的这个基本定理 fz 是z平方 这个函数呢 在整个平面上面 which is analytic in整个 复数平面 right 所以我们就说呢 它 可以积分 并且呢 我们已经找到了某一个函数 它的微分就是它 right 所以这就是它的反导函数 这就是它的反导函数 那由于这个负变函数的 我们刚刚所讲解的微积分基本定 我们找到一个反导函数 则 这个沿着路径积分 则 什么 则 这个积分 沿着刚刚这个路径积分 就变成是它与路径无关 就直接 这个令它等于G率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G率的candidate之一 它就等于直接等于G的终点 减掉G的起点 那稍微算一下 等于三分之一 Z的三次方 终点减掉起点 就是我们的答案 所以 所以这也是呼应到上次上课 跟他讲 跟他介绍说 在做这个路径积分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知道 不确定 微积分基本定理的话 仍然可以做 分成四项去做 算了半天 是可以算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懂了 负变函数的 微积分基本定理 只要认识到说 这个函数本身是analytic in a domain 就是simply complicated domain 那碰巧我们又找到了一个 反导函数 则 这个积分出来的值 就是 与路径无关 那详细的值 就是这个 反导函数 在七点跟中点函数值的差 这个就跟我们在 就当作是一般 时数的积分 来使用它 这样any question any question 我们开放五分钟问答好了 现在离下课大概还有八分钟左右 那我顺便跟大家提到一下 今天这个讲的所有内容 基本上其实是 讲义我本身 当然不是这份讲义 这份是我当中写的 所以 原来那个原始的手稿 我有上传到LMS 所以如果大家 事后可以对照着看 pretty much可能就不太需要抄笔记 我觉得可能不太需要抄笔记 如果大家还想复习这段影片的话 any question 关于这个这个例子了解吧 所以这个严谨的 我们是使用到了 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那微积分的基本定理 它有一个成立的条件是说 积分这真的能被定义出来 我倒会讲回去的话 它必须我们必须要有个前提 能够 反导函数存在条件是说 这个积分必须要跟路径无关 那跟路径无关的一个充分的条件 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函数 在插着首先这个定义的范围是一个 simply connected 没有动的一个region的话 并且我们被积分的东西本身是可微分的话 那它就可以找分导函数 所以说导数存在则分导函数存在 这个也是我认为是这个定里面非常精彩的地方 好 所以这一切any question 有没有一些comment any critique 什么地方觉得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我考考大家 接下来有个思考题 有个思考题 我们看了一开始在礼拜二的时候看了两个积分 对不对 一个积分就是这个z平方的积分 我已经知道他z平方就是三分之一z三次方的微分 这个没有悬念很简单 但是我们记不记得上次看的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的这个题目 fz是z-a分之1 好吧 z-a分之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 你稍微可以去推导一下 z-a分之1把它可以看成是log of z-a z-a的微分 所以这边留待给大家思考的 留待给大家思考 可以去思考就是说 好嘛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沿着这个c的路径 是 以a为原心 沿着c的路径绕一圈做积分 绕一圈做积分 我们可以同样的一样化胡罗来apply 微积分基本定理 这个积分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in any sense 也就是这个积分出来的东西z-a分之1dz in any sense 它可以写成是log z-a 然后可能起点p 中点q 可不可以这样 开放作答 开放作答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我们今天不解释这个 但是我想听听看大家的反应 请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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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看一下 user又发言 user说不可以 还有别人 user是玩Linux吗 你是喜欢usr这个目录 有另外一个user说yes 凯杰说yes 还有没有node 还有没有node 陈远嘉说yes user user强调在a点bootanalytic 这讲到一个重点 这讲到一个重点 好 不过我想这既然是思考题 就 各位同学可以陆续下课 今天上课上到这边 我们下次上课来稍微探讨一下 或是这个 i don't know by the way 我去抱抱歉 但是先不要log out 那个很不好意思 我下礼拜二人不在新主 那所以下礼拜二 因为下礼拜正好会有这个 今天回去住业 应该会 祝嘉运会会出作业 应该会出作业 那可不可以 我们时间调换一下 礼拜二请你们回到教室去上 那个 演习课 好 宣布一下 我当然还会记忆没有 下周就是 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 不反对的话 下周二是演习课 但是我不在 我就请助教主持 然后礼拜四 我继续线上上课 我们来 线上上课 我们来 我会讨论这题 这题我觉得非常有趣 刚刚user user们 已经有一些很好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 这是还蛮有趣的一个题目 大家可以思考看看 可不可以 它既然是log 是它的反导函数 好 今天就 谢谢大家online 谢谢大家不离不弃 那我们就下周四见 那如果有任何的feedback 关于这次的这个broadcast 有不太顺的地方 请都视讯给我 我们可以再讨论 再优化 好 那就谢谢各位同学的参与 那我们就下周四见 拜拜